丁教授,你好 為什麼我們科技這麼發達 還未能做到像絲路一樣 斷了手之後,自己會生出來 當然,人的手斷了就不會自己生 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斷了手指 大家都知道,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 手指就永遠不會生 但如果發生在一個小孩,一個幼兒身上 以及如果只是斷了頭一兩節的話 這樣就會生 即是說,再生能力,人體是本來都有的 但隨著,年長,能力就會退化,甚至失去 所以細胞再做,骨骼重生是絕對可能的 到時漫畫的情節,我想都要重新改寫 其實什麼是再生醫學呢? 就像我這樣,我中一之後就沒有高過了 再生醫學可不可以幫我再度發育呢? 再生醫學有沒有應用在商業裡面? 譬如做過一些護膚品,可不可以加再生醫學 做到真的逆轉機靈呢? 再生醫學簡單來說就是透過生物科技和生物材料 令到有缺陷或者受到意外損傷 疾病破壞的組織和器官能夠回復到原本的功能 例如全球有超過一億人患上了一個病叫做骨關節炎 現在是無藥可治 將來我希望可以透過生物技術 利用幹細胞創新的軟骨 能夠替換損壞了的關節 關於容貌和身高這兩方面 暫時不是我研究的範疇 不過我也很相信 大家只要保持自信和樂觀 人便自然有吸引力 所以絕對不用擔心 袁教授,我有問題想問 即是雞蛋明明在一個殼 是怎樣可以敷出雞蛋呢? 一隻雞蛋裡面 只有軟軟軟的蛋白和蛋黃 為何可以在21日之內 就會呼籲出一隻可以走來走去的雞仔 和一副很正牌的骨甲 這個剛剛就是我公讀博士學位時的研究題目 亦都因為研究這個題目 看法了我走上了再生醫學這條路 大家如果想知道答案 就要留意 最好來參加我1月21日的公開講座 到時再見 我第一次看到任何曉晨 stabil未必是有碰壇 近況 眼影 偶先 會有碰壇